俄罗斯人的思想咋这样事的呢 今天买东西花了七十 我给他一百二 让他找我五十 小哥瞬间就蒙圈了 等我说你就花七十 为啥给我一百二呢 赶紧给你 那还不算啥 我去充花费 活动是充五百 送五十 充一千 充八十 我现在充俩五百的 他说不行 只能充一千的 还跟我俩鸡脑的 我要是昨天不熬夜 我必给你支播两下了 得回买包的时候 神仙小姐姐态度嘎嘎好 哎呀这一笑 免愁了 这不下午跟我搬桂英吃饭 我说等会天黑了 我送你回去 他说没事 我牙白 嗯你牙白 是挺白 整挺好 就一下子呀 我想到了今年夏天 当时那踢瓶盖老火了 我就给我搬夫棍 看了这个视频 他说他学过功夫 他也能长两下子 就你这功夫 搁哪绝的呀 真啥也不是 这桂英也走了 我自己来退我之前买的鞋 因为尺码不一样 然后给我知道了经理办公室 告诉我这鞋现在有折扣 只能退我折扣之后的价格 那我买鞋的时候没有折扣 我那点钱给我折哪去了 真不如上洋码头了 就这鞋 打完折比店里便宜几百块 海外大牌啥都有 太呐了 回家了回家了 赶明再也不约贵营了 我那开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